有三个人问说,未来离开公布门,这门最想做什么事情,那结果在公布门最有成就的,最气馁,最感到无力的事情是什么,我想,我并没有那种感觉,觉得好像说我现在就是进入公布门,我还是觉得我是在公布门跟民间,或者跟国际中间,我常打一个比喻说是那个浪和浪日点,就是可能地球跟月球中间有两三个点, 它的盈利场既不会被地球抓过去,也会被月球抓过去,然后可以在完全就是悬浮的这种状况,那很多的那种通讯卫星啊什么,大概都是,或者港带啊什么,就是会设置在那个地方,那那个意思就是说,我既不会被抓到政府这边去,变成好像是护航啊什么的,那也不会完全被抓到民间的这个社群那边去,不会我也变成这个抗议啊,示威啊, 都不会,而是说,在这两个中间,想办法说,诶,这边有一些需求,那这边有一些需求嘛,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,透过创新找到能够照顾到彼此需求的这种方式,那这个也是,呃,一直是我来做的事情,那我在2014年底,其实就是以,呃,行政院的,就是,当时蔡月宁政委员的,专案顾问的身份,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,虽然当时还不舒服我探,所以, 我也是有点那种间歧性转正的那种味道,因为我现在办公室是我以前工作的同一个,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,呃,我就不会特别觉得我是,本来不是宫铺们,现在是宫铺们,未来会离开,我觉得,我就是一直在这样子一个,类似来本来有点少年,那我未来就算不当成委员,那我还是非常愿意继续当所谓宫铺的宫铺,就是,呃, 呃,结局可能是以民间的身份,然后还是协助找到这样子一种,就是多赢的,呃,就是公共的解决方式,那我最气馁,最感到鼓励的事情,其实会气馁,就表示你,呃,就是心里很着急,就是说你想要看到什么东西短时间发生,才会感到气馁,才会挫折,就是,那并不是因为那件事情本身,而是因为你给他设定了一个day line,或者是设定了一个,呃,我们说轻重换期嘛,就是说那件事情重要或者不重要, 先不管你觉得那件事情是不能缓的,是一件急事,这个时候才会感到气馁,那但是因为对我来讲,就是所有的急事都是,呃,立刻可以解决的,我才会感觉到是急事,好比像说,呃,如果就是通音坏掉,麦克风突然没声音,什么之类的,这种我才会有一种比较着急的感觉,不过呢,这种通常都是换个麦克风,啊,换一台电脑,立刻就可以解决了,没事我突然间又没事了,那但是只要你这个scope稍微长一点点, 那好比像说,下一个问题,就是说,事情可以预估流量,为什么今天登记疫苗,还是先是等12分钟,而且是先等3分钟,再等5分钟,再等12分钟,然后慢慢再回来,当然最后还是有排到啊,但是我为什么不能实现预测流量,像这种东西,我就不会觉得它立刻要解决,我不会觉得说,哎,我们每一次,就是像今天,明天实验,明天下午,我会设定一些milestone,那每一次能够解决到某个程度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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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,如果我急着想要解决,那大概都会是一些,嗯,很糟糕的解决方案,这些问题之所以也不存在,就好像说,呃,这个如果连降什么,我都会回度啊,什么,那是大家看得到的问题,但如果它有简单的解决方案,它从就被解决了,所以,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问题,大概都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些结构型的,没有办法简单解决的东西,那这时候,因为我也是在日本部,我如果自己一拍脑袋一手啊,这件事情就是某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了,那通常, 都会造成灾难,所以这场事,呃,大概就不会着急说,它一定要今天解决,相反的,我会说,那呃,呃,我们就跟这个问题多相处一阵子,那每一次解决到一个程度,每次解决到一个程度,然后每次再回过来检讨,回过来检讨,赞,那所以这样子大概就不会感到气馁,而且真的每次状况都好一点嘛,所以就也不会有那种无力的那种感觉哦。